标马的篮球鞋在你印象当中是怎么样的呢 反正在我穿着过这么多款的标马篮球鞋之后 它给我的印象就是好看 复古 并且帅气 但是它们在实战性能方面的表现就比较普通了 比较中庸 那你选择篮球鞋 你觉得颜值更重要 还是实战性能更重要呢 在弹幕里做出你的选择 好吧 OK 都选择好了吧 那这里如果你是更加注重性能的话 那可能这一双鞋并不太适合你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 好 那如果您还没有关闭这一个视频 那就让小当来介绍一下这一双Puma的第一双球星签名满球鞋 那之前Puma为Jaco是推出过签名鞋的 但是NBA的球星在我记忆当中应该是没有的啊 而三球从Puma的一众球星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第一个拥有自己签名鞋的男人 兄弟们把排面打在公屏上 而小当啊也是非常幸运的 在官网抽签抽中了这一双三球的第一代战靴 那这个配色啊 让我想起了那一刻当年的那一双红椰子 有没有 有没有有一点像 那有一说一啊 颜值方面真的是可以的 穿出去打球绝对可以成为 那当然光有颜值实战不新的话 肯定也是说不过去的 大家买这一双篮球鞋 肯定是希望他又帅又能打 那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秀鞋 我是亚当 本期视频由大家点赞赞助播出 老样子我们依旧还是从球鞋的大抵抬 started to take it 大抵方面球鞋采用了全掌的半透明水晶底 诶 这里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这双鞋上面的半透明水晶大抵 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他拥有着非常不错的抓地力 并且颗粒状的大抵纹路 让他在稀灰方面的表现也得到了保证 不过如果场地上的灰尘比较多的话 那你还是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 才能保证球鞋的抓地力的 总体在大抵方面的表现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不管是抓地力还是耐磨性方面 它表现的都非常OK 在中底方面搭载了PUMA自家最顶级的Nitrofoam 那同样也叫氮气缓震科技 但是PUMA这一个比安踏家的稍微要早那么一点 不过Nitrofoam跟PUMA自家的那一个Profoam 在缓震方面的表现其实差别并没有很大 它比Profoam会略微软一些 在脚感方面会略好一点 但是在缓震的极限方面表现差别并不大 我180斤的体重完全是够用的 穿这一双鞋实战不会出现任何膝盖方面的不适 那200斤以内的球员 我相信穿它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并且Nitrofoam相比较之前的Profoam 在重量方面也有一定的提升 但是提升并不是很大 之前PUMA的篮球鞋在重量的布置方面 做的都是有一定问题的 下半部分的重量占比非常大 那导致穿在脚上的感觉 它的重量会更加的明显 而这双PUMA的MB01 虽然单只42.5码的重量依旧有421克 但是整体的重量布置会好上很多 穿在脚上它的重量感觉不会那么的明显 但是如果你对于球鞋的重量要求比较高的话 那这一双鞋依旧不适合你 而在中底的抗扭性方面表现也非常强 用手啊根本是摆不动它的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硬啊 中底的TPU强度是非常高的 有点像搭载了大面积碳版的球鞋那一种感觉 是有明显的力反馈的 是有明显的这一种反弹的感觉的啊 加上它弧形的外底 让这一双鞋在整体的滚动感方面表现得非常强 对于有一定爆发力爱突破的朋友来说 这一双鞋绝对会是你喜欢的类型 并且中底的Nitro Foam 虽然在脚感方面相对于Pro Foam有所提升 但是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也依旧是在线的 依旧非常优秀 所以这一双鞋非常细合喜欢突破的球员 但是中底的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偏高 那如果你想要极致的反应性 极致的场地感 那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球鞋的侧向支撑性表现也非常优秀 这双鞋的整个鞋面都是比较厚实的 并且在前掌还增加了这一个热绒材料的覆盖 还在球鞋的外侧做出了明显的中底橡胶上翻 以及后掌外侧三个X型的TPU 而这三个X也代表了 它是最年轻取得三双的球员 不过这个记录在今年的1月份 就被雷霆的小将吉迪给打破了 那这个还是挺尴尬的 但是这三个X不仅让球鞋的侧向支撑 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还给球鞋的后跟稳定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强 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仅有设计感还有实际的功效 那这一点我是绝对认可的 球鞋虽然没有做出任何的防侧翻角 但是欧文的篮球鞋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虽然没有防侧翻角 但是这种弧形大底的球鞋 却很少会出现崴角的情况 较高的整体鞋身刚性 以及偏硬的中底调校 让它在稳定性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要你对于弧形大底不反感的话 那选择它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球鞋的包裹性方面表现也非常的优秀 PUMA的鞋楦啊 我个人一直都是非常喜欢的 反正我认为啊 它的鞋楦非常适合我自己 我穿着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而这双鞋扎实的内部填充 加上优秀的鞋楦 再加上合理的鞋带孔布纸 让这双鞋拥有了非常优秀 并且非常舒适的包裹感受 我个人特别喜欢 不过这双鞋 我个人感觉它是略微有一些偏小的 我当时抽签的时候 直接选择了42.5 我忘记了 我一直PUMA是穿42的 但是这双鞋拿到手之后 试了一下是正好的 我一般PUMA选择尺码 是选择跟耐克合适尺码 相同的US尺码 那耐克42.5对应的是US9 那选择PUMA也是同样US9 那对应的是PUMA的42码 而这双鞋我选择的是42.5 也就是US9.5 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这双鞋的话 可以适当的考虑购买大一个码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的合适 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8.5分 这双鞋依旧是一双 颜值在线实战也不错的篮球鞋 保持着PUMA一直以来的调性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双 颜值实战一手抓的实战鞋 那这双鞋绝对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但是考虑到现在 这个配色2000左右的价格 我觉得是有一点夸张的 那这个配色后期等补货之后 价格如果能够到达原价附近 我觉得还是可以购买的 而大货的配色 我觉得价格到600左右购买就很像了 并且PUMA的篮球鞋 价格一般也会降到500左右的 这一个价格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一双鞋 到这一个价格问题也并不是很大 但是就说这个配色的话 可能还是要看看货量到底有多少了 OK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大家观看这期的亚当休鞋 亚当休鞋一切从实战出发 我是亚当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可以对你选择休鞋 有一定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关注我 并且顺手给我点个赞 这就是对我最大支持了 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大家有空来做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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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ace